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航 今天我和大家说一说天安门前面两尊十狮子的故事 这对狮子一词一熊 它们雕刻于明代的永乐十五年 也就是1417年 高度为2.5米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尊狮子是一只公狮子 我们看它瞪着大眼睛 微微侧歪头半咧着嘴 它的身上披着鹰落盘结紧带 胸前配有还铃和鹰落会碎 雕刻的极为精美 威武雄剑 真的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我现在把镜头拉近一些给大家看一看 这尊公狮子右爪踩着绣球 象征着权力 石狮子的用才也是精挑细选 它的抗自然分化能力特别的强 距今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 现在我带大家重点看一看这尊母狮子 它的眼睛盯着中间的玉道看 也是相当的有气势 而且我们注意到它的左前爪 踩着小狮子 象征着子孙万代 接下来介绍的重点来了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大家仔细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大家注意看 石狮子的下方竟然有一道明显的深坑 这个深坑可绝不是有人故意破坏文物造成的 原来这个深坑早在明朝时期就有了 据传说 留下这道深坑的人其实就是闯王李自成 当年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时 守护城将领知道打不过 就让士兵藏在石狮子后面 当时是晚上 李自成恍惚间看到石狮子后面有人影 就用钢枪朝石狮子刺了过去 于是便留下了这道伤痕 也有人认为是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 石狮子受到炮火的攻击留下的伤痕 无论经过怎样的历史变迁 这对石狮子始终守护着人们吉祥平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